我们回想一下很多连续剧 这个大家族如果家到中落的话 一定要来做什么事呢 冲冲洗 冲洗有机会 所以这个大盘能不能 因为这一桩婚事冲冲洗呢 哪桩婚事呢 新兴病这桩婚事 也就是台新金跟新光金 到底结不结的成婚 那么昨天特别提醒观众朋友 现在已经有了第三者要出来抢亲 第三者确定中新金说我要出来抢亲 而且连换股比例 也就是连聘金都告诉你说 我准备要下多少聘金 那这个聘金我们都要好好来谈一谈 是不是对新光金很有利呢 那么新光金到底应该 嫁给台新金好呢 还是嫁给中新金好呢 在今天新光金继续爆天亮大涨 先哥 对 无家有你千家求 而且这个小王进来不是低调 是拿个大声宫告白 我就是要你 非你不可 而且那个聘金真的不错 因为已经煞到丁八卦吃饭不消化了 一不搓不行 爱到较三四 所以现在新光金送了 你看光是这几天 新光金这几天真的 我跟你讲 我们昨天还在讲成家量七十几万张 今天滚更多了 来 观众朋友就回来 九十八万六千零九十二张 对 然后你看中信金都得了三点七八 你知道今天全盘面 唯一最激情的就是这家公司 对 所以我说这个盘呢 哎呀 也没什么好消息 是不是唯有这一档公司 这一家公司能够传出喜讯 没有错 而且这一次中信金诚意十足 它是用公开收购的方式 记得2015年那时候日月光公开收购 用溢价三十四%收购矽品 那时候矽品老师说 他不想嫁 要我不要嫁 照样给你收购 真的 因为主管机关核准以后我就收购 而且溢价三十四% 上面都撞得住 那公开收购的意思是抢抢 对 抢抢 超能力 新台币的超能力 我溢价三十四% 像我所有的小股东新冠金 都买好你了 现在新冠金今天11块几对吧 他用15块给你买的时候买买 我跟你说 没一个人撞得住 没有一个人挡得住 绝对卖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诚意的 所以为什么今天中信金会跌 因为你说的骗金嘛 我们台湾说的骗金嘛 后人南部台湾说的骗金嘛 所以女孩子出嫁就是一个 人生最大的一个冒险 不是好就是不好 没有中间 所以不是骗金就是骗金 跟你骗进去骗金啦 所以说金而已 这我们公开一下 他现在用公开收购 第一个他要申请 他已经跟主管单位申请了 那理论上来讲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另外的话 台信金你是用换股比例 用换股 你不要拿现金出来 你是用印鉱票 印鉱票你要加换换股比例 就是金廟期 我们来看看 来 中信金公开收购 然后台信金是用换股比例 中信金的条件是什么呢 来 他开出比台信金更高价格的收购价 而且市场推估呢 将高出台信金出价的一成以上 而且会用现金在市场收购 那台信金据传呢 他们是落在一股新光金 换0.510股到0.565股之间 对 那以今天的收盘价来讲 台信金18.8 换下来多少 9块5毛8到10块6 现在市场卖12块3毛5 用这个换股比例来算 那我们回到黑板来看 你刚刚说 用台信金的条件来算的话 是9块5毛8 9块5毛8到10块6 然后中信金 黑板现在就已经18块 对 中信金说要用0.35 如果换股的话用0.35 他今天收盘33块7 中信金337 2891 结果算算来是11.795 将近11.8 也是比现在市场还便宜嘛 所以你们现在两个 所以用换股其实是没合 没合啦 所以说现在 台信金里面的那些大股东 内心都被撬动 被那个股重量的一个爱心 被他撬动了 因为你对我真的爱啊 真爱你才会舍得花钱啊 对不对 你今天老公就是 老公负责的赚钱两家 老婆负责貌美如花 你就是因为对我好 你才会买包包啊 你才会买跑车给我啊 你只说说那些 什么用换股的看得到 吃不到 我爱要做什么 现金最好嘛 所以外界评估有三套剧本 对那第一套就是第一套 因为就是经过那个 二十天到五十天 然后我一个公价 公开收购的一个价钱出来 如果你收购成的话就OK 而且要大一百百之五十 那另外的话 如果你收购不成 一年以内不能再来骚扰 卖都要不死 对吧 都在爱不爱 那第二套剧本呢 其实就是在台信金 工信金之间的价格战 你到底要用什么骗金来 那第三套剧本 价格重弹或者换顾比例重弹 对第三套剧本 对台信金来讲 你现在你不能进廟期心 我们自己的人 没关系 亲战夫妇的就好 哪有那种事情 股东这么多啊 对吧 你想要带水母 哪有空就变购钱 全世界够的好康 你才有那些援导 对吧 所以台信金现在压力很大 你那个什么零点五一 零点五六五 不要再说 那多说多热气 多说多热气 所以新光金到底要嫁给谁呢 这件事仍有变数 那我们来讲 为什么中信金非新光金不可 我们来看现在 中信金就老三嘛 他的总资产要 他的前四月的获利都是老三 那老三只要把新光金取进来 以后他马上变成老大 那估重量本来就是老大 他的家里就老大 他干嘛要当老三 那另外如果新光金 跟台信金合并的话 他变成老四 那我老三的地位不保 所以你看这一战要不要战 一定要战非战只可 就算我不去抢亲 对 我就在旁边等 我有可能因为这样 不进则退 对啊 所以新光金的大股东说 如果有金牌 我拿什么人要拿金牌 不要说明牌 就第四名 那我新光金 我只要跟中信金合并 我就马上第一名 作妄妄一的 我已经逼近到国泰金了 那我在国内就是龙头 那当然要龙头 你看现在所有奥运的 大家都记得金牌的名字 两年以后谁知道银牌 铜牌是谁 没有人知道啊 所以非要不可 除了这个以外 估重量个人来讲 他也势在必得啊 势在必得 因为你很简单的 我们刚刚讲到那个问题以外 他兄弟爬山啊 他内忧外患 他弟弟已经快要追上来的 他弟弟是开花金啊 开花金现在听说 要并购三商美邦人寿啊 那一并购以后撞过来啊 很简单的 我们刚刚讲到那个问题以外 他兄弟爬山啊 他内忧外患 他弟弟已经快要追上来的 他弟弟是开花金啊 开花金现在听说要并购三商美邦人寿啊 那一并购以后撞过来啊 他老三估重力的资产已经是一千多亿 他现在资产六百多亿耶 所以他已经输给他的弟弟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非并购不可 钱较少了就要把他押下来 因为真的走不走啊 你老子要做什么 对不 就是命声老了啊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 中信这一次来势汹汹 那另外的话 星光金也不是你们看得那么不好 家庄非常丰厚啊 一叠星光人寿三百万的客户 三百万的保护 你现在台湾要哪里去找到 有钱人三百万 那些个资你到哪边去找 这第一个嘛 第二个 他的原户证券排名第六啊 那中信最缺的就这一块啊 那中信他在今年并购了台湾人寿 因为台湾人寿在全台湾排名第十四名嘛 但是星光人寿排名第四名 他马上可能变成第三名 他的受捡公司变第三名 他受捡公司就会对互邦人寿 对南山人寿就会产生压力 所以理论上来讲 算算的 算得好啊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而且他十七年之后回归 你总是要有战功啊 对吧 你说大公子回归十七年 你离开那么久了 十七年 你的起手势给我看一下 你是不是还是以前那个内报 真的很厉害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对星光金来讲 哇 真正都在看